大家好,我是Stan 最近因为韩剧Sanemasa跟Semintigero 而人气冲淨的演员Anyosov与Paksan 在成为演员之前 都曾在同一时期担任过JYP练习生的事情 引起了韩国网友们的关注 首先是目前超红韩剧Sanemasa的男主Anyosov Anyosov在7岁时就移民加拿大 而在加拿大上高中的时候 接到了JYP娱乐的邀请来到了韩国 之后就在JYP娱乐度过了3年左右的练习生生活 曾经也是Kaseven出道的备选成员 与Kaseven成员们一起练习一起生活 但是后来因为个子太高 自己觉得实力不足压力太大 就离开公司了 Anyosov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想做音乐了 虽然热爱音乐 但实力不足工作起来压力越来越大 所以觉得把音乐当做兴趣比较好 就这样离开JYP的Anyosov 迁进了演员经纪公司Stars娱乐 接下来是Paksanem Paksanem在高中三年纪的时候 与朋友一起参加了SM的事件 但是被SM的有关人士推荐 你比较适合JYP娱乐后 在前往JYP娱乐的路上 被B-Hit的心态发掘了 虽然由于澎湯苹南车员们 一起练习准备出道 但是在最终出道组淘汰后 就离开了公司 只不在JYP娱乐公开征选赛第十期 以第二名的成绩成为了练习生 而Kaseven Jackson也在一个节目说过 与Paksanem是同期出道组练习生 其实除了Anyosov跟Paksanem之外 韩剧Tari Tadengkang的男主Nainu 演员Chassowen 也都与Kaseven一起度过了练习生生活 再加上Kaseven的吉尿 长相都有一种莫名相似的感觉 而且现在都转为演员了 所以我们能间接地知道 当时某一位心探的审美标准了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我大概能知道JYP像是什么样子了 可可 观众又清纯 但是连时尚都能升任的美男们 都是我的餐 是最近我觉得 嗯还不错的演员们 竟然都是JYP出身 所以在这几位当中 大家最喜欢哪一位演员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4月份即将回归的IDOL们 I9出身的Konunbi 将在4月4号以新专辑Color回归 SO队长苏霍 也将在4月4号以第二张迷你专辑回归 以出道区ELEVEN横扫榜单的怪物情人女团IV 将在4月5号以新曲Love Dive回归 天团Big Bang 也将在4月5号以新专辑回归 这次时隔4年 也是以4人组合首次的回归 所以令国内外的粉丝们都非常期待 歌手红金娘将在4月6号以新专辑回归 4月7号男团Goodnight 将以新迷你专辑Arcade V回归 时隔三年四个月 Chiny Union将在4月11号以个人专辑回归 男团EPEX也将在4月11号以新专辑回归 4月12号女团Dream Catcher将以正规第二张专辑Apocalypse Save Us回归 因出演Semin Together而收到很多人记得Pakchechen所属的男团DKG 也将在4月12号以新专辑回归 4月14号新人男团Just Be将以第二张迷你专辑Just Began回归 女团Apink将在出道纪念日4月19号发表庆祝11周年的Fansong Infinite队长Tong Yu将在4月22号以新专辑回归 接下来是很可能4月回归 但是还没有确定日期的idol们 Mama Moonbeel Chua Lavum Chung Dong Wan Classy I'm so classy 原本预计在4月11号回归的MonsterX 因为成员们的确诊 公司宣布会延期回归 川普车 Song 我做得好吗 我好做得 bit 我好做得了吗 我好做得了吗 我好做得好吗 我好做得好吗 Cang 我的天啊 我好做得好吗 你很生小型 Yes 对劳于无能的 真的?